U-bike 脚踏车是市民热门的逮捕工具之一 在城市各处都可以看见U-bike 站点或是民众骑乘的身影 不过在今年10月 2.0系统的车辆已达成全市1200站扩建目标 因此要让服务超过13年 骑乘次数超过2亿人次的1.0版本系统工程升退 12月3号起 U-bike 1.0厂站就停止营运 无法再借出车辆了 就是我去找客户啊 或者是从捷运出来 我都会去找脚踏车 有时候到一个定点 然后到捷运站到一个定点 我们要去 可能公车到不了的地方 我们就要骑脚踏车 我觉得要改就改2.0 不要再1.0 2.0 因为有时候租到1.0要去还 就只有2.0的车站 我觉得很麻烦 那以后都改只要一种就好了 我觉得它在感应的感觉 就是卡片只要 它放在那个车头嘛 然后逼一下就很快了 可是如果是1.0的话 它好像会慢一点 对那有时候还会 等它那个讯号出来 我们还要去处理它那个讯号源 所以2.0比较快 所以整体来说你还是比较喜欢 骑2.0 用信用卡 然后那个月后卡 然后先注册 然后就只要靠卡来 因为带叔叔出来出来玩 我就骑4.1会后面这个广场 骑甲感觉还不错 大致上都OK 就蛮好很方便 而且还车借车都很方便 那在10月份的整个2.0的租借次数 已经占1.0跟2.0全系统的 91.5% 那U-bike 1.0的部分呢 我们统计到10月底的话 我们的车子是4000 还有4000辆车跟3164个车柱 那预计到11月底 我们会持续缩小规模 然后剩下2375车跟2750柱 那1.0的整个租借次数来讲 占全系统的已经降到8.5% 那周转率也降到1.8 那这个部分已经符合我们当时 设定全面退场的一个标准 那所以是定在111年的12月3号起 停止营运 非常感谢新北市交互局这边的协助 我们其实持续双北的交互局 都有在做一个沟通 那新北市的 目前交互局这边 新北市交互局这边 也是针对新北的U-bike 1.0的 跨市热门站点 那51站的部分呢 都已经进行了 这个1.0车柱拆转成2.0的部分 也就是扩大2.0的服务的规模 让民众可以更方便启程2.0 那另外就是双北的这个跨市热门站点 那包括新北刚刚讲的51站 跟台北市的10基站 那我们都已经在厂站上面去张贴告示 那车柱的部分也有张贴相关的告示 那以及我们跨市桥梁双北市各16处的部分 也都有去摆设我们这个告示 就是提醒民众跨市骑程要使用U-bike 2.0 那另外民众呢 如果使用手机开启GPS定位功能的话 扫描我们包括就是车柱上面的这个 跟这个告示牌上面的QR Code的部分的话 其实都可以立即查到我们周边U-bike 2.0的站点 那也方便民众就进去使用U-bike 2.0 那后续的话呢 我们针对这个新北市的U-bike 2.0的 这个告示牌的部分呢 我们还会再增加270站的部分 也就是未来新北市会有320站都有这个 请民众骑程2.0的相关告示 那也加强了一些 后续呢我们也会针对经常跨市骑程的民众发送简讯提醒 那说明我们台北市1.0的提用资讯 以及请民众跨市务必要使用U-bike 2.0 台北市交通局也呼吁民众 若有U-bike 1.0欠费情形 请尽快持卡片在车柱靠卡补扣 避免车柱陆续拆除后补角不变 就12月3号临时起开始 台北市的U-bike 1.0长站是没有办法再借车的 但是我们也是考量说要 还车的部分要预留给民众一些缓冲时间 所以3号到6号这几天的部分的话 民众在台北市1.0如果还有空的车柱的部分的话 是可以还车的 那到了7号到9号这中间的话 那我们会针对跨市的比较热门的30站的部分 会持续提供给民众还车的使用 但是在这边还是呼吁民众跨市骑程必须改用U-bike 2.0 那所以是说拆除的份的话是会12月开始启动做拆除的作业 那会到明年才会做一个全面拆除完毕 目前U-bike 1.0系统每天仍有约1万的惩戒人次 因此12月3号之后就会受到影响 不过附近都已建置2.0系统的站点 欢迎民众继续租借2.0车辆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